9月份 大家对于钱财这一方面 虽然有凶效 但是会朝好的方向来发展 尤其是9月份 如果你有资金流动的 现金流量的 可以好好的应用9月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上课精华 今天要特别分享 2022年农历的9月 也就是西元的9月26到10月29 这一个月的生肖应试 你只要会用 那你在这个农历的9月 将会可以掌握好的时机 我们按照程序来 2022年的流年在这里 是人隐位 也就是辅爷当道 属辅的 2022年的9月的命宫 在这里 宫甘是庚甘 庚甘太阳化路 在深位 五起化前在卫宫 太阴化科在五位 天同化季也在五位 第一条公式记下来 第一条公式记下来 那么在这个月 他的财印如何 这一桌 专讲财印 接着我们来实际的运作 你什么生肖的人 在9月份的财印会最好 讲到财印 一定要用化路 因为化路是 钱滚滚而来 注意了 五起是正财星 化钱 化钱是化路的仪器 所以钱要争取 你会触动事件点 你的钱就没有问题 再来就是太阴化科 有贵人 有钱财方面的贵人 叫做化科 天同化季 化季那当然 你的钱就会失去了 而且失去之后 钱还有一点麻烦 可是天同本身是福星 虽然化季 但是并不像其他的财星 化季这么的凶险 因此整个9月份来说 太阴跟天同 同工在五位 表证是9月份 大家对于钱财这一方面 虽然有凶效 但是会朝好的方向来发展 接着教你怎么样在9月份 按照你自己的生肖 掌握最好的财印 太阳是财星 但是太阳是转动之星 也就是钱会财来财去 尤其是9月份 如果你有资金流动的 现金流量的 可以好好的应用9月 那9月份呢 哪个生肖 钱财 现金流量 钱财最旺呢 你看太阳化路 在身位属活的 就是生肖属活的 钱财最旺 这样可以理解了 第二个旺的 刚才提过了 无奇是正财星 化钱 只要你愿意争取 你的钱财 立马就有 在哪里 无奇化钱在位 属羊的 跟各位讲 正财就是整笔整笔的 化钱 一把一把整笔整笔的 好 掌握这个原则 接着来看 你的钱财 很容易有贵人 来帮你的太阴化科 在哪里 属马的 可是属马的 你也要记住 天同化际 也跟太阴同工 所以属马的 对于钱财的掌握 要一个原则 初期有凶相 你一定要找贵人 但是你只要有贵人 助你 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好 那其他生肖的人 怎么看 这个就重点来了 来 属老鼠的 你的钱财在哪里 你的太阳 在这里 12345 所有掌握一个原则 如果你的现金流量 是转动的 你就要朝哪里 往西南方 找你的财员 那你说 我在家里 怎么看出我的财位 那更简单 但是这个真的是学问 属老鼠的 记住 要跟属活的合作 因为属活的 就是你的什么 钱财位 那我要争取钱财 整笔整笔的 不要忘了 找属羊的合作 这个叫做天机 叫做密集 先来分享给各位 让我们的会员 让我们的影片的学者 都能够钱财滚滚 同样的道理 属牛的 在这个位置 那你的太阳化路 在你的极二宫 也就是在你生财的地方 你的工作场所 你一定要积极的 钱财的流量 非常的活络 是你生财的地方 极二宫 特别注意 那么属牛的 你要有整笔的钱 要积极争取 要找谁 迁移工 你的人际关系 你的社会活动空间 里面找属什么的 属羊的 你有整笔的钱 可以争取 来 今年本命年属虎的 他的钱财位在哪里 当然要找什么 迁移工 迁移工的太阳化路 也就是你的社会人际关系 跟你的公共活动空间 如果你的人际关系里面 有属活的 找他合作 找他提供意见 那么你就非常的活络 像我属活的 九月份一定会很多人找我 问怎么赚钱 那么属老虎的 一样 你要争取整笔的钱财 要找谁 交友工 在你的朋友群 你的长官 你的客户里面 寻找属羊的 接着来看 属兔子的 太阳在这里 你找你的朋友 客户 长官 谈赚钱的事 非常容易赚到钱 当然 你的朋友群中 有属活的 那是最佳的参谋 你跟他合伙 一定赚钱 所以整个九月份 财运最夯的 就是属活的 跟属羊的 其他生肖的人 要好好的掌握 好好的掌握 接着来看属龙的 公司都一样 你看 这么简单 属龙的 你看 在这里 太阳化路 所以属龙的 要在你的工作场合 你要认真工作 你的这个资金流量 就非常的活络 当然在你的工作场合 找属活的 帮忙资行 一定特好 接着来看 五企 在你的家族里面 家里面 在你的办公室 你的财库 会有整笔的投资的收入 最好 当然 找属羊的 一定可以 找到更好的方法 来 属蛇的 太阳化路 在属蛇的田宅位 在你的办公室 在你的家里面的人 跟他资行 当然 找属活的 更好 那么呢 要整笔的 在你的福德宫 福德宫就是你的什么 你的来财位 教各位一下 属蛇的 如果你是年轻的 你家里有阿公阿嬷的 记得 去找阿公阿嬷塞拉一下 就会有整笔的钱 来 接着看属马的 属马的 在九月份 最辛苦 因为他有钱财的贵人 但是呢 他一样会有钱财方面的 纠纷 或者是麻烦 放心 只要你找对贵人 你启发点对了 这个麻烦 会朝好的方向发展 安心 建议 属马的 在农历的九月份 最好是可以找属活的合作 这个属活的 给你提供的意见 就可以破解 你钱财方面的运势 记住 属活的 因为属马的 是在你的夫妻宫 他一定想方设法 会叫你合作 记住原则 提供意见 给他救援 当他的贵人 不要出租金 不要跟配偶合伙 属羊的 记住 有属马的找你 他会妨碍到你的生活会 来 接着我们看属鸡的 属鸡的 要有成就 生活会要增加 现金流量要增加 一定要找属活的 因为他在你的兄弟宫 当然你可以找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同学同辈 都可以 找他执行 属鸡的 找属羊的 合作会成功 而且会赚钱 同样道理 我们看属狗的 跟属羊的 属羊的就是指女工 你的学生 你的部署 做直销的 做业务的 你的下限 找他 他会帮你赚整笔的钱 属狗的 挺优的 属猪的 属猪的 太阳化鹿 再属猪的 指女位 同样道理 你现金流量要大 一定要找对人 你的部署 你的下限 你的学生 会帮你赚钱 增加流量 要趁这个机会 好来 当然 属羊的 五起 整笔的钱 就在你属猪的财博宫 整笔的钱 会可以增加你的财物 好了 十二生肖 我把概类都跟各位讲得很清楚了 里面的细节 你就会拉呢 公与公位之间 生肖与生肖之间 如何的相互帮忙 如果你又会部级 在你的房子的中心点 我刚才提到了 部你的财位 部你的七级必凶 部你的招财尽宝 那你的财会更旺 那么多